打开软件,点击优化选项,根据切割的刀具指径,设置图形扩边参数为刀具半径。 鼠标点击确认按钮,设置完成。 导入切割文件,点击文件打开,选择切割文件导入。 切割文件为DFCF格式文件。 查看切割文件方向是否与板材放置方向一致。 导入文件完成后,从左下角Mark点开始。 连顺时针方向,依次选中Mark点并将其改成CCD蓝色涂层。 选重要切割的图形,根据机器配置将其改为主轴或者振动刀涂层。 视频中演示的是主轴涂层。 刀具切割深度设置。 打开真空吸附开关,点击CCD按钮,将相机移至左下角Mark点位置。 红圈与Mark点对中。 点击定起点按钮。 点击定位切割。 机器进行四个Mark点依次识别。 识别完成后,进行板材切割。 切割完成后,关闭真空吸附开关。 机头移至机器后方,取下板材即可。 请不吝点击, parasites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